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奈儿成立108年 最近却打破传统首度公布财报 数据显示香奈儿2017年销售额高达96.2亿美元 相当于2900亿台币 比前年成长11% 数字亮眼超越估计 几乎跟全球最大精品LV并驾齐驱 名牌包越贵越受欢迎 也带动销售成长 香奈儿财务实力大公开 揭露公司手上不但握有22亿美元现金 而且几乎零负债 缴出学霸等级成绩单 目的很简单 不让LV专美于钱 宣示时尚霸主地位 背后买家亚洲市场功不可没 从高级餐点指数可以发现 亚洲城市越来越会享受 尤其中国一线大城市 消费实力暴增 成为时尚品牌兵家必争之地 香奈儿在这个关头公布财报 能不能在众多高端品牌中 稳住龙头宝座 还有待时间考验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